咱们一起来看到关于一键修改快颜色 像在这里边我们直接打开一套咱们之前所讲过的一套施工图 像咱们出施工图和方案图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需要去更改咱们的快的颜色 像咱们这个酸润床 咱们卫生间当中的这些拮据 那这是怎么样去更改的呢 下面要是跟大家总结了有四种方法 分别是分解法 编辑器法 在位编辑法和一键修改法 那么一键修改法我们把它放在最后边来跟大家去进行讲解 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种方法分解法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X 选择上咱们的这个图块 将它呢进行一个分解 那么分解完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上它 在这里呢就可以直接更改颜色了 看到没有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种方法 编辑器法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咱们的这个块 进入到快编辑器当中来 好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选择上咱们对象 就可以直接去更改这个颜色了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没有更改到 怎么办 好注意我们同样的可以用X分解 将它分解一下 然后呢再去更改颜色 好我们可以直接的点击关闭快编辑器 那这个时候呢 颜色啊也就更改了 同时呢这个快 它的这个特征啊 并没有发生这个变化 咱们看到第三种方法 就是咱们的一个在位编辑法 像咱们的这个植物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它 右键 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呢 在位编辑 我们直接点击在位编辑快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选择上咱们这个对象呢 一起看到我把它改成 咱们的这个红色 看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咱们的这个保存 它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就会被更改过来 好我们来看到最后一种方式 就是咱们的一键修改法 这个时候呢 需要用到小米老师呢 敲了半天的这个代码 就是咱们这个一键修改快颜色的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 小米老师编写好的程序 一拖一放 放到咱们的绘图区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改什么呢 我们要改这个图框的颜色 怎么办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这个指令 B C B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快的 这个手字母 C呢是颜色 所以呢为了方便于大家记忆 我们直接是可以输入咱们那个 B C的 好这时候选择上咱们这个图框 选完之后我们按空格键 我要改成颜色 我们直接点击确定 但是有的人说他老师就一个改了呀 没关系啊 咱们可以直接呢 输入咱们的一个R1 是咱们的一个重生成的一个指令 好我们输入R1 一起来看一下 我天哪 你会发现所有的同一个块铭的颜色 都进行了一个更改 发现没有 那小米老师讲的这四种方法 大家都掌握好了没有呢 掌握好同学 咱们公平 给我打个1 关注加点赞 关注小米老师直播间 咱们接着分享